我假装走 通常海露姐最后给到我的一个建议 都是我自己表演最舒服的那一次 近日 由秦海露参演的电视剧 他们的名字官方账号 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则他与男演员的片场花絮视频 视频中 秦海露身穿紫色外套 而身旁的女演员则身穿一系深微红色连衣裙 胸口一片春光乍蟹 两人正在讨论平时穿搭风格 秦海露开玩笑到自己平时的穿着就比较性感 甚至还教教育起一直整理自己领口的女演员 称其这样保守怎么当小娇娘 画面一转便来到秦海露与男演员对戏片场 当时秦海露临时片场加吻戏指导男方 随后他做事假装走远随后又转身猛地凑上前 用手趴在对方胸膛上 撅嘴隔空亲吻男演员 对方明显被撩到 仰头羞涩一笑表情超可爱 巨熙与他搭戏的男演员小他17岁 两人同框丝毫没有违和感 相处模式十分自然轻松 作为圈内演技与口碑并存的实力女演员 她的导师就曾评价 她是个很难得既会演戏又懂戏的人 早前在演到一场需要吃草莓的戏份时 秦海露即便被算得不行 仍旧保持面不改色的表情 将剧情完整演绎出来 能够将下意识的反应完全掩盖 这种细节处理才是中戏毕业的秦海露演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中戏五朵金花之一 秦海露一开始并没有趁势头扎根进演一圈 相反秦海露的梦想其实是当白领 期间她还曾当过秘书 开过发廊 最终为争口气才去演戏 而谈到如何看待观众称她为喜剧演员时 秦海露表示自己是在严肃地演戏 但也的确没想到呈现出来以后会这么搞笑 正是拥有诸多代表作傍身 才支撑着秦海露有底气说出 真正的好剧 需要中年女演员去扛这句颇显傲气的话 不依靠美光去修饰 个性直率的秦海露依靠观众原在演艺圈中 厮杀出一片大女主的天下 又一部女性群像去她们的名字开播了 这次演闺蜜的女演员是秦海露 白斌和薇薇 三人的年龄分别是44岁 36岁 25岁 年龄相差这么多却能成闺蜜 莫不是参考了欢乐颂的配置 可是看角色简介 会发现她既有点像欢乐颂 又有点像三十而已 秦海露饰演的是职场精英 像安迪 白斌饰演的是貌美又得体的全职主妇 像顾佳 薇薇饰演的是职场新人兼白富美 像屈小肖家观观 老实说 巴先生现在看到女性群像 这几个字就感觉不妙 毕竟已经有太多不主打女性群像的都市剧 都拍成了换汤不换药的悬浮矫情爱情剧 实之无畏 弃之也完全不可惜 因此巴先生不打算展开讲剧情了 主要想吐槽这部剧的感情线 为方便理解 夏文用明星真实姓名代替角色名字 秦海露是公司副总 虽然剧里没有说具体年龄 但她参加同学会时 其他人都带了比较大的孩子一同前往 而且她还被大家劝早点结婚生娃 所以她应该属于大龄未婚 这个大龄具体是有多大呢 这可说不准 毕竟镜头下的秦海露有着婴儿肌 零细纹 零皱纹的状态 把中年女高管美颜成这个样子 导演不觉得矛盾吗 究竟是想突出她的大龄还是年轻呢 秦海露的滤镜总是比其他人厚一层 剧里 她的闺蜜还吐槽她 你最近脸上的皱纹怎么这么多啊 巴先生作为观众实在是不理解 导演都已经决定把秦海露后期美颜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又要保留从她脸上 看出来皱纹 这种台词呢 这究竟是想突出她有皱纹还是没皱纹 在剧里 秦海露的前男友是印小天 在戏外 印小天比秦海露小一岁 但神奇的是 哪怕秦海露单独用了美颜滤镜 看起来跟印小天依然像同龄人 大概因为她的长相是偏成熟的 跟前男友分手之后 秦海露一直没遇到合适的男生 直到有一晚跟闺蜜去酒吧喝酒 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生董又林主动搭讪 插播一下 戏外的董又林参加过偶像练习生 最终排名时期 未能成团出道 但她的姨妈是林凤娇 姨父是成龙 家里也挺有钱的 因此为成团对她闯荡娱乐圈影响不大 继续说回电视剧 老实说 董又林的出场太像专门调富婆的鲜肉了 她搭讪的台词超级油腻 像你这样优秀又貌美的姐姐还单身 那我才有机会啊 不过她不是在酒吧工作的 而是个超级富二代 结合后面的剧情来看 她接近秦海露似乎是真心的 秦海露拒绝跟董又林一起喝酒 可是董又林一直尾随秦海露到酒店 于是两人就在酒店共度了一晚 不要问为什么 问的话就是编剧觉得这样很甜 不过大家别想多了 两人一晚上什么都没有做 不过万万没想到秦海露醒来后表情居然如下 似乎有点不甘 也有点沮丧 后来看她跟闺蜜聊天 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不爽 原来在闺蜜眼中 秦海露跟陌生男子在酒店待一晚还相安无事 不是万幸 而是倒霉 前台词不就是男生有机会都不碰你 你真倒霉吗 这样的价值观还拍女性群像剧 究竟想迎合哪部分女性群体啊 随后董又林对秦海露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亲自到秦海露的公司大摇大摆说要给她送花 被她的下属拦住 董又林不死心 又等到人家下班 在停车场堵人家 主动搭讪 跟踪女生到酒店还共度一晚 私自找上公司被去还去停车场堵人 种种行为加起来不就是变态吗 哪怕抛开病不甜的剧情来看 秦海露和董又林 这对相差了17岁的CP也一点都不大 毕竟男生长得年轻 打扮一下就更年轻了 而女方长相成熟 穿搭又是往郁姐女强人的方向打扮 看起来更成熟 相当于两人的视觉年龄差更大 同框时母子的感觉很强 其实拍年龄相差比较大的姐弟便不是不行 但剧情逻辑一定要说服观众 出行会开至少500万豪车的年轻富二代 为什么会喜欢一位比她大十几岁的姐姐呢 导演和编剧给出的答案类似于一见钟情 这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 另外两位女性角色的感情线也没好到哪里去 薇薇是刚毕业的职场新人 实习工资3000 就敢租5500的富士公寓 她之所以这么敢花钱 是因为她是超级富二代 妈妈随便一块手表 就是七八十万那种水平的家庭 薇薇的感情线也很偶像剧 入职公司后跟上司金世佳本来互相看不顺眼 后面金世佳却对她产生了好感 还帮她把房租交了 也有点强行撒糖的意思 三个女性角色中 只有白冰是已婚的全职太太 她还没生娃就当全职 每个月问老公拿两万 为此她过得非常憋屈 总是被婆婆嫌弃出身差 本花钱 还要像庸人一样服侍老公 管接送 管做饭还要时刻提防老公出轨 看到这种设定 聪明的观众一定能猜到 她后面肯定会跟老公离婚 毕竟都市剧里的全职太太一般都要遭遇背叛 才会下定决心闯荡职场 然后遇到更好的男人 这设定 从2017年的我的前半生就开始这么完了 她们的名字的定位是都市女性话题剧 结果三个女主中有两个的感情线 都拍成了偶像剧 这是哪门子的女性剧 有位网友归纳得很精准 女性主义蓬勃发展 女性题材剧原地踏步 其实说原地踏步都有点客气了 有几部又能超越六年前的欢乐颂呢 尽管欢乐颂也不是那么的写实 没有问题 probably 对